同學們好,來看一下台灣師範大學的研究所考題 這個題目我看是用那個 字變數跟音變數在同一邊的方式算會快一點 當然也可以用Belloni方程式的解法 但是Belloni方程式的解法步驟會多一點 各位同學,我想要用字變數放右邊 音變數放左邊這樣的積分 這樣的一個整理之後積分的方法 我把等號左邊的第一二項移到右邊去 然後再把y加y平方除到左邊來 然後x除過去變成x分之1 這時候我可以積分它 因為我現在這是一個 在我的歸類裡面把它歸類為第二種類型的問題 就是左半邊都是音變數相關的函數形態 然後右半邊都是字變數相關的函數形態 這個情況之下就可以積分它了 現在來積分它 積分的過程 我也順便把左半邊 化解成y乘上光無一焦 準備要用部分分式法 右半邊的話就是x分之1 要對x積分 要對x積分 還要再加上積分常數 現在x消掉之後 左半邊可以變成y分之多少 加上1加y分之多少 然後要對y積分 而右半邊的話就是nature loop x加上積分常數 合併之後是1的話 這裡一定要安排1 1乘上1才會是原來的1 但會產生一個正y的話 要用-y來抵消掉 所以會有y分之1對y積分 得到nature log y 另外一個部分 1加y的導數 那個積分之後 就是nature log的1加y 右邊是nature log x 把這個nature log x移到左邊 三個nature log合併成一個 y除以1加y 再除以x 這個時候 取子算數的話 答案看起來比較漂亮 左右兩邊取子算數 所以是x乘上1加y分之y 等於直算數的7次方 常數項的運算過程 還是一個常數項 所以我把它當作是c star 所以最後的答案寫成 y除以x 再除以1加y 等於c star 是看起來比較漂亮而已 是看起來比較漂亮而已 各種學我再多一個說明 在旁邊好了 這是另外一個解法 各種學你可以用 文獨立方程式的解法解看看 文獨立方程式的解法 它的精神是說 我先把地上的係數變成1 原來方程式左邊有一個x 那個係數x要把它除掉 所以變成y的微分 減掉x分之1乘上y 等後右邊的話就是x分之1 再乘上y平方 然後整項再給它除以y平方 就把等後右邊變成跟次變數有關 這個是y平方分之1乘上y的微分 減掉x分之1 在旁邊也要除以y平方 等後右邊變成x分之1 然後我做一個變數變化 我把y除以y平方當作u 也就是y是y的負一次方 然後去微分它 各種學微分的話就是 u要對x微分 所以y的負一次方 也要對x微分 然後用以難數微分法則一下 y的負一次方先對y微分 再把y拿來對x微分 那這個的話就是 負的y取負二次方 再乘上y對x的微分 那這個寫法剛好可以取代地下 只是差一個負號而已 我把這個當作是三根頭髮的時脈 那個三根頭髮的時脈可以改寫的 改寫一下 負的u對x微分 減掉x分之1乘上u 等於x分之1 可以 再乘上負1 我一起做好了 除了乘上負1之外 再多乘上一個f 所以乘上負的f 那在f的話 是x相關的函數形態 乘上負的f f是跟x有關 每一項都這樣乘 那左邊就是f乘上u對x的微分 加上x分之1乘上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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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u 等於負的x分之1 那我去安排這一項x分之1 剛好是f的微分 可以觀察出來說 f的話 可以觀察出來說 應該是x一次方 從這邊 其實可以觀察出來 f的話 就是x 對了 好 那剛剛的 安排方式是 希望有一個師傅 有一個師傅 微分f 以為是微分u 這樣的話 就可以把兩項合併成項 好 然後我就積分它 好 這個積分 抵消微分 f把它帶進來 u也把它帶進來 好 要積分它 好 不定積分 加一個積分常數給它 好 加一個積分常數給它 這個y分之x 等於負的x加c 好 是我這個問題的答案 好 跟這邊的寫法 有沒有什麼差別呢 我認為化解完之後會一樣 化解給同學看一下 我們要 y分之x 加上x 然後可以 常數c 好 這個就是 y分之x 加上xy 常數c 好 你看哦 各同學我們再取倒數一下 確實沒有錯 一模一樣 再把它取倒數 好 左右兩邊都取倒數 好 有了 就有對應到 反正c分之1還是一個常數 就把它命名為c star就可以了 好 好 有一樣哦 答案相同 好 各位同學有兩種解法 你可以參考一下 都會得到相同的答案 好 謝謝大家